前两天去帮忙浇地 真的是累坏了 今天去羊场的路上 发现原来浇地其实可以很简单的 今天就带着你看一下 现在浇地都用的啥设备 这个是司灵的涡轮增压枪 噴射的还有点近 还有50的60的 这边浇完以后 把它挪一下 那边有一块没浇均匀 把那边补一下 刚才这个水我都没见 大哥去那边直接水就关了 然后一眨眼水又开开了 他刚才拿了一个遥控器 现在都这么坚信 我也不坦率 因为上次在地里边浇水的时候 把那个水灶给它倒来了 就吓坏我了 以后在地里边我啥子不敢动了 不能够动 只能看不能动手 像这三亩地用这种喷枪 差不多六七个小时都能浇完 人还可以休息休息 哦 睡崩吧 就是说一根锅子一般塞 一根管一百三 十一根管 就三亩地 总共投资下来是十一根管的话 是不是多少钱 再加上坡箱四百 最关键的是省水 主要省水 以前那种打开井灌盖的那种 还废水 主要这样的省水 有水缝的话都省水 他也不用 就投资一个管和水箱就可以了 现在交地真的是太方便了 甚至交地都是那种最古老的 不知道你们那边交地都是怎么样交的 就我现在知道有三种交地方 第一种就是打开水让它自己往里边流 换着盖水 第二种就是那种白色的管 跟淋浴一样 那叫微喷吧 然后第三种就是这种水箱式的 现在我知道的只有这三种 不知道你们才知道哪种 可以在下方通通去给我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感谢再见 拜拜